快別入場喔 不用大排長龍迫不及待進場 就是為了在旅展中挑選好行程 你好 要看日本或韓國行程嗎 都可以幫你介紹喔 努力發DM各家旅行社搶拉客 看準今年清明連假有五天時間 業者們紛紛推出最後團位 來衝高旅展人氣 目前所有大概業者銷售的達成率 大概是九成左右 那因為這次的村居旅展 我們為了讓向偶的這個消費者 能夠有一些採購的機會 我們要保留的 大概將近一成的機會 業者統計清明連假 東北亞旅遊最受歡迎 營營熱潮推出日本東京五日遊 以及北海道五日遊 都是價格下沙五千 另外也有旅行社推出 南九州五天四夜 團費價不到三萬元 應該是好幾年來 第一次這麼長的假期 所以基本上在過年前的 搶購的來講 就已經搶購的差不多了 其他像是韓國釜山行程 折扣不到一萬九 遊客不想到東北亞 還有業者推雪 禮六天團 以及華興五日遊 同樣都便宜三千元 另外二月花蓮強鎮 重創當地觀光 也有業者趁勢推出優惠行程 花蓮兩天自由行 機票加住五星級飯店一夜 原價四千五起跳 最低只要兩千六百八十元 等於下沙六折 旅展各家旅行社競爭激烈 業者們規劃各種行程 就是要衝高業績 記得等我用巨網越方 SNG小組台北報導 噢